先把冬瓜的皮切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厚一点的块 再来拿少许虾米 把水清洗一下 我们现在来调一碗酱汁 把碗清水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还有一勺蚝油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锅里油温热了 我们先把虾米放下来变香 最火不要那么大 然后虾米变香了之后 就把冬瓜放进来 然后把冬瓜也煸一下 现在冬瓜有浇拌了 我们就来加入少许蒜蓉 再翻炒一会儿 然后把刚才调好的酱汁倒进来 再加入几颗冰糖 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盐 煮开了之后转小火 焖到冬瓜软烂 冬瓜焖得软烂了 就来加入电粉水 然后调大火收汁 翻炖一下 让它每一面都滑到这个汁 好了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这款虾米焖冬瓜 冬瓜焖出来特别的鲜甜 然后用料虽然简单 但是却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